多乐故事 我可不用学 我的身材很匀称 可你看上去 并不匀称呀爸爸 你的肚子有点大 有点大哦 我很匀称的 我给你看 我该先做什么呢 先碰一下 你的脚趾 简单 爸爸 你不要假装 碰不到自己的脚趾哦 我不是在装 佩奇 猪爸爸是真的碰不到 自己的脚趾 哦天哪爸爸 这样可不太好哦 也许我是该多一些锻炼了 没错爸爸 我会去锻炼的 明天 猪爸爸 你现在就应该开始锻炼了 哦 别担心 别担心爸爸 我会来帮助你的 哦 那好吧 佩奇 你负责监督我减肥 我该先做什么 首先 你需要做一些服务车 简单 我需要你做一百个服务车 做一百个 没错 来吧 孩子们 来帮我做午餐吧 我也来帮忙 不行啊 爸爸 你还有一百个服务车 要做呢 好吧 猪妈妈 佩奇 和乔治 在厨房里 做午餐 猪爸爸 还在做他的服务车 看来爸爸 他很努力 是的 但是我希望他 不要太逞强哦 那我去看看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我说爸爸 你怎么偷懒呀 你现在 应该在做服务车 才对 哦 哦 因为电视里的节目 很有趣 调皮的爸爸 我想到了 爸爸 你可以来骑我的自行车 是的 这样你还可以 呼吸新鲜空气 祝爸爸要骑佩奇的 小自行车 听好了 听好了爸爸 这个是踏板 这个是刹车 这个是铃铛 好的好的 我谢谢你 我知道了 再见 猪爸爸已经出去很长时间了 妈妈 爸爸去哪里了 别担心 猪爸爸 猪爸爸肯定是因为骑得太开心呢 所以才这么久 爸爸 你到哪里去了 我一直骑到了山坡底下 然后 然后又把自行车 从下面推了上来 哦 可怜的猪爸爸 不过 至少 这也是锻炼 是的 今天锻炼了 什么意思 明天你还要继续锻炼 什么 爸爸 想要瘦下来 你就要坚持去锻炼 每天都要 哦 不 但是不要担心 爸爸 我会每天监督你做的 是的 我知道你会的 哦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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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